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念佛堂念佛时 经常有很多的误念 比如看佛像时 就想我为什么要拜你 有时候还帮佛 产生淫念 好可怕 而且老法师慈悲救救苦 这些问题不是你一个人有 有的人很多 为什么会有呢 这是 叙事今生习气在作祟 你不想降伏他的时候 好像没事情 其实他是在动 你没注意到 现在念佛了 要休息一下静下来 后来他突然好像都冒出来了 要想到平常就是这个样子 是你没注意到 这一注意到 你才晓得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这些烦恼稀奇是多么的深 多么严重 为什么不知道啊 到念佛堂念一念佛 在直直进 全跑出来了 不是这个时候才跑出来 这个时候才有 有些人不敢念佛 他不是的 那完全误会了 你念佛静下来才发现他这么多 不念佛的时候他还是这么多没发现 对这个道理要懂得 那发现怎么办 那发现怎么办 不要理他 佛经上如是教我们 祖师大的教我们 不要理他 把你的整个精神一直集中在佛号上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亦是心里享福 口里念佛 深拜佛 为什么要拜佛 就是消除自己这些业障 我不拜佛 不念佛 这个业障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方法 多听心 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呢 断除你的疑惑 多听听心是明理 听心对初学的人呢 最大的作用就是断移身心 今天得少 你怀疑 你的信心不够坚强 你会被外面境界转 今天多了 道理渐渐搞明白了 外面境界就转不动了 你自己才能做得了主 不为外境所动 你才能坚持原则 才能成就道业 不为外境界转不动了